还有我的平常更常见的商品流通过程当中 有买的偏卖的卖的偏买的 我举个例子啊 什么叫买的偏卖的 比方说我到这个卖烟这个柜台前买烟 我买的 人就认为啥 这钱刚才我验过了 想当然拿回来 咋 在你面前呢 把这100过线上机 真的等会啊 转身给你找钱 他一转身 盘货底子 13卖给你吧 就把这100给了 他收你13零钱 其实这100的已经被卖货的人给调包了 我说这你没有明白 所以你记住 到这个买东西的时候 或者你是卖东西的时候 一旦要拿100 你应该盯住了 这个假100的经常通过调包这种方式 有了 有时候你说我都过了延长期真的了 你就没防备他那边来层调包 说买的骗卖的 卖的骗买的 这都有 所以咱们生活当中啊 还是这个冯小刚的私人定制里有句话说 群众当中有坏人了 咱得防备这个事 当然呢 这钱进了手之后 说身边没有验钞机 你也通过肉眼来判断 咱们这期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们来看个小片 这小片告诉大家 你从肉眼判断 第五套人民币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有什么样的方法 识别假币有四觉 一看二摸 三听四测 一是要仔细观察票面的颜色 图案 花纹 水印等外观情况 看钞票的水印是否清晰 看安全线荧光是否清晰可见 二是摸票面上盲纹 国灰等图案 针臂凹凸感很明显 摸上去手感光洁 厚薄均匀并有韧性 而假币则厚薄不均 手感粗糙松软 还有的表面图有蜡状物 手摸打滑 三是通过抖动或弹等方式听声音 针臂听上去声音很清脆 只张耐折 不易撕裂 但假币声音发闷 且容易撕断 四是借助简单工具和专业仪器 进行钞票真伪的识别